你知道吗 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穷凶极恶 视人命如草菅 他们欺行罢市 任意妄为 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称霸一方 搅得当地老百姓不得安宁 深受其害 他们造成的影响 常常是震动当地乃至全国的 为消灭这些危害社会的毒瘤 正义之手往往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那么这些汉匪究竟做了哪些最大恶极的事情 他们又将迎来什么样的结局 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全国五大汉匪 排名不分先后 第一个要说的是在河南许昌 横行罢市多年的黑老大梁胜利 人称梁三 梁三几乎可以说是从少年时期 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 长大之后发展成了不务正业的恶棍 一步步走上了罪恶的深渊 古人说人之初性本善 那么梁三又是如何在小小年纪 就变成这样的呢 其实这与他的家庭环境脱不开关系 梁三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许昌 尽管家中兄弟姐妹众多 但他家的家庭条件在当时还是不错的 他的父亲用现在的话说 是许昌市一家工厂的管理舱 所以梁三从小的生活条件比较优渥 而他也出手大方 身边的朋友和同学都乐于跟着他 大家都叫他一声三哥 身边的兄弟但凡有事都会找他帮忙 从打架发展到后来仗势欺人 为非作歹 梁三俨然是家长和老师眼中的坏学生 学生们避之不及的小混混 至于学习 这样一个公子哥则完全不屑花心思 而且经常旷课迟到早退 完全不将学校放在眼里 到处惹是生非 父母为此头疼不已 根本管不住 初中没上完 梁三就再也没有了上学的心思 整天和一群狐狐狗友混在一起 别看他年纪轻轻 可是没少进去蹲背教育 后来梁三进入了许昌市一家木工厂上班 可有了正经工作 也没能让他有所收敛 别人一天大部分时间在上班 他正好相反 每天和朋友不是抽烟就是喝酒 但工厂可不是学校 并不会养闲人 没多久他就被辞退了 这之后 家里人又给他找了几份工作 可是每一份工作 没做多久就被辞退 不过梁三并不在乎这些 仿佛鬼混才是他的人生大事 正经事 打架在他身上 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寻常 被教育也是三天两头就会发生的事 离谱的是 这样一个人反倒因为这些经历 身价倍增 成为了那些不屑无数之人追捧的对象 梁三在许昌当地的名气 也因此逐渐大了起来 与此同时 年龄见长的梁三 也意识到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 得有点正经事做 毕竟有钱才能干大事 于是 他以做生意为由 向家里要了一笔钱 到广州 开了一家货运托运公司 别说 公司被他经营的像模像样 也挣了不少钱 之后他趁热打铁 又在浙江绍兴 开了一家托运部 为了管理公司 他找来自己的那些朋友 又另外招了些人 生意渐渐做大之后 梁三干脆做起了甩手掌柜 坐享其成 此时 他不仅在道上有名气 还有钱 而且许多人慕名而来 投靠到他的手下做事 企图能翻一杯羹 梁三的手下 也正是这个时期 变得越来越多 他开始着重培养骨干成员 在这一方面 梁三可谓是得先应手 十分会笼落人心 他出手十分大方 除了公司准时发放之外 平日里大大小小的红包 是常有的事情 如果兄弟出事了 他会帮忙照顾他们的家人 这样一来 手下的人几乎都愿意跟着他 这也让他的势力范围 得以迅速扩张 涉及到许昌市的各行各业 当地的商业市场 几乎在短短几年里 就被他独占 一次 梁三的不匹生意 遇到强劲的对手王宝林 对方火爆的生意令他眼红 他找到对方称 要么跟我合伙 要么马上离开许昌市 王宝林也是个硬气的人 只不过他碰到的是一个不讲道理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狂徒 果然 几周之后 王宝林命丧黄泉 遭到梁三独守的 还有做托运生意的 王健荣夫妇 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 凭借着夫妻两人 良好的信誉和做事负责 他们店铺的托运生意 一直很好 可这让梁三心声不快 他派出二十多个兄弟 冲到对方店里 二话不说 直接将王健荣打了一顿 并放下狠话 向他六个小时内 滚出这个事 王健荣没有听从 结果再次被打 这种事情 先后经历六次之多 直到最后一次 王健荣夫妻两人 都被打成重伤 店铺也被打砸得一片狼藉 这伙人离开前 还警告周围的店家 不准从这家店 托运货物 嚣张程度可见一般 这些事情的接连发生 导致在许昌 做生意的人心生畏惧 很多外地生意人 纷纷离开许昌 渐渐的 原本繁华的几个市场 彻底荒废 而梁三 则靠着这种 抢取豪夺的方式 其势力得到迅速扩大 但他并没有就此满足 不久之后 他又盯上了房地产行业 那一时期 当地这一行业 可是一块蛋糕 梁三瞅准的时机 先是以自己的手段 帮人要账 从中收取费用 然后开始包揽建筑工程 在他的影响下 他的弟弟梁刚 也走上了西途 1995年时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梁刚就先后 包揽了八个建筑项目 拿到的利润 就有数十万 竞标项目的手段 自然令人不迟 用王刚的话说 大家一看到是他们去竞标 都会主动退出 将工程主动让给他们 梁刚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这让梁三的大舅阁 刘宝君看得眼热 夫妻两人 也迫不及待走上了这条路 90年代末 借助梁三的恶名 两人在许昌的 长途客业行业为非作戴 向客车以及乘客 收取保护费 每人5到20元不等 这些钱在现在看来 不过是零花钱的程度 但是在当时却不可同日而语 面对这种情况 许多乘客和司机 忌惮梁三的事里 敢怒不敢言 一些司机被迫转业 此时梁三的地下商业版图 已经遍及许昌各行各业 他的恶名也在当地彻底传开 在做生意的圈子里 流传着这样的话 要丢光到许昌 许昌生意好做 黑道难防 而这个时候的梁三 却选择了退居幕后 他开始以一个正经生意人的身份 出入社会 在他的豪华别墅里 有一个非常大的收价 上面摆放着各种书籍 与人交谈时 他说话总是模棱两可 还对外宣称 自己早已经退出江湖 梁三这种种行为 其实都是在为自己洗白 事实上 他依旧是老大 下面的大小事 都需要向他汇报 大事由他做主 小事则有手下的 各骨干成员拿主意 他不仅没有变白 反而在道上的地位和名声 更胜从前 但他的名声再大 终究不能见光 最终正义的光照在他的头顶 他的恶行 终于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罪恶多端的梁三 最终被判处死刑 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 梁三才感觉到了害怕 他吓得两腿哆嗦 甚至尿了裤子 但并没有人会因此同情他 他的罪恶人生也终于结束 说完梁三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对汉匪兄弟 人们对他们的评价是这样的 为人不识二王室 要谈汉匪也枉然 他们就是制造出震动全国的 东北二王事件的 王宗芳和王宗伟 在短短七个月的时间里 两人背负几十条人命 几乎遍布半个中国 嚣张程度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少有的 那么两人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们又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 接下来为了方便 我们称兄弟二人 分别为大王和小王 二王之所以会养成这样的秉性 归根结底 源自他们的母亲 二王的母亲是一名中学老师 可对两个儿子 这位母亲的爱此之心 却远远超出了限度 二王从小就受到母亲的溺爱 兄弟两人因此养成了 骄纵顽劣的性格 尤其是大王 偷鸡摸狗撬门行窃这样的事情 没少做 在被抓包时 他的母亲不但不教育他 反而包庇纵容他 导致大王越来越偏离正途 甚至还因此吃了三年牢饭 相比之下 小王好得多 他不仅当过兵 还有着正经工作 看上去也是比较安静内向的人 而且说话总是温温和和 但千万不要被他的外在所欺骗了 人狠话不多 实际上小王的心思很深沉 非常擅长伪装 有句话说得好 慈母多败儿 二王正是在母亲的这种教育下 走向了歪路 并制造了后来震动全国的事件 东北二王事件发生在八十年代初 在这之前 大王刚刚出来不久 两兄弟许久不见 交谈之中 三句不离曾经的荒唐事 说着说着 手又开始痒痒了 于是两人狼狈为奸 蓄谋起了新目标 大王原本在医院工作 对医院比较熟悉 因此两人商量一番 决定到当地的四六三医院里的小卖部 偷些钱和香烟解解馋 就是这样一个寻常的道谢事件 令谁也没有想到 后来竟然发展得如此大 事情是在大年三十这天拉开了大幕 当天 新年的喜庆氛围围维绕在整个沈阳市 直到中午 这一切都被打破 二王按计划进入四六三医院 并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医院内的小卖部 很快 两人趁店主不备 将几条烟装入外套中 然后又趁机将收音台抽屉里的现金装入口袋 做完这一切之后 两人装作若无其事地离开小卖部 然后准备离开医院 但两人奇怪的行为 还是引起了医院里的人的注意 并将两人带到了外科室询问他们 最终 两人在盘问下暴露 钱和物品都被翻出来 令所有人震惊的一幕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小王突然对准医务人员周某 抠动了扳机 周某当场倒地身亡 这一幕发生得太突然 在场的医务人员还来不及反应 而这个时候 小王又抠动了扳机 一瞬间 又有三名医务人员倒地 并且都是当场身亡 另外还有一名医务人员受伤 这一下 医院彻底乱作一团 而二王则趁乱拿走了 钱和到来的物品 逃离了医院 其实前前后后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却有四个人不幸丧命 此时一出整个沈阳震动 而二王也被这件事吓到了 但很快 两人就决定 逃 三天后 两人乘坐火车准备逃往外上 但他们的异常 很快引起了列车员的注意 准备询问并检查他们的行李 二王自然不会同意 因为一旦打开行李 里面的东西就会被发现 于是 小王不等事情发酵出来 直接对准列车员开了一枪 不过这次 他并没有得逞 因为一旁的工作人员 眼疾手快 一把推开了列车员 但是工作人员 也因此受了伤 二王意识到事情暴露 就将目标转向了乘客 然后要求列车员停车 出于对乘客的安全考虑 火车不得不停下 二王立即跳下车逃走 此时 他们已经进入湖南 两天之后 两人辗转到了衡阳 在工厂里过夜 但他们被当晚例行检查的 厂管理员伍国英发现 而且还发现 他们带着危险的东西 于是立即出去向上级汇报 此时 二王也发现了这一情况 于是两人立即逃出厂 还躲了一辆自行车 恰巧与正进门的工人 张一良擦肩而过 张一良只听到有人喊叫 他以为两人是 偷盗自行车的小偷 于是直接追了出去 二王见有人还在追他们 直接开了枪 张一良应声倒地 当场身亡 除此之外 还有三名员工被打伤 时间又过了三个月 此时两人已经逃到了湖北武汉 他们的疯狂行动仍在继续 这一天晚上 两人偷偷潜入武汉 第四医院里聊事 他们打算在这里休息一晚 而当晚 实习女医生周建元 活然不知这一切 她来到医院取东西 结果惨遭两人毒手 此时 两人手中已经有数条人命 他们的疯狂行为 也早已经传遍了沈阳 一时间 两人不敢再轻举妄动 直到三月底 两人准备离开武汉 辗转到其他地方 二王满心以为 不停地更换地方 就能逃出生天 说不知 是穷途末路 直到第二年下半年 两人已经逃到江西广昌县 此时两人就像乞丐 穿着破烂 浑身泥土 各自骑着一辆自行车 还不忘伪装 戴着草帽和眼镜 不时往四周查看 而且两人说话 总是压低声音 这样的打扮和行为举止 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更加引人注目 此时两人并不知道 他们已经被盯上 这条罪恶且疯狂的路 终究是走到了终点 但两人还妄图逃命 不过一切都不可能了 最终 两人在巨大的包围圈中 身中树墙 就此结束了 他们短暂的一生 后来 在对他们检查时 两人的胃力都是空的 在最后的日子里 显然 两人的日子并不好过 四处躲藏 狼狈不堪 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 恐怕连丧家之泉也不如 说完东北二王的故事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汉匪 彼之东北二王 可以说有过之而不及 他就是云南恶魔杨天勇 劫车骇人毁尸灭迹 是他的特点 为此他养了十几条狼狗 在外人看来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养殖场 但实际上 却是一个令人胆寒的魔窟 可以说杨天勇的凶残程度 此不足惜 那么杨天勇 为何走上这条路 他又做了哪些事 一切还要从他本人的经历说起 上世纪50年代末 杨天勇出生于云南楚雄 进入过部队 后来还被分配到云南某派出所工作 在很多人看来 称得上是人人羡慕的工作 但他本人却不是满意 后来上级决定将他调到其他地方 杨天勇不愿意去 拒绝服从命令 从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出来 杨天勇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人 结果也显而易见 他被辞退了 恰巧这个时候 他的发小萧林 从老家云南来到了昆明找他 还将自己骗取一百万元的事情 告诉了他 萧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试探杨天勇 结果不出所料 杨天勇对于萧林的这一行为 没有说任何话 也正是这次之后 两人心照不宣 开始整天混集在一起 谋划着做坏事 不久之后 两人又先后找来各自的八名狐朋狗友 杨和萧还各自给自己封了头衔 几人商量后决定抢车 然后通过倒卖赚钱 在行动之前 杨天勇决定先给大家练练胆子 于是他带着所有人来到了殡仪馆 其实从开始就预示着 杨天勇他们的行为有多么变态 紧接着之后的一天 他们决定试试手 当天下午 他们在一处小区 发现一辆吉普车 而车主正在后座整理东西 于是几人眼神失忆之后 决定行动 杨天勇他们立即冲上去 车主来不及反应 就已经命散皇权 就这样 他们的首次行动 在几分钟内顺利完成 并且还收获了意外之喜 在车后座上 放着一袋足有两万元的现金 杨天勇等人兴奋不已 他们赶紧将人和车 转移到其他地方 一切安排土荡后 他们就带着现金扬长而去 初次行动就收获颇风 这让杨天勇等人 谨慎的那点顾虑 也随之抛之脑后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他们就在昆明一家医院 完成了截走一辆吉普车的 第一次正式行动 这次行动也让杨天勇突发奇想 认为他们着装打扮一番 伪装身份更容易得手 为此 他们不及买了专门的服装 还对成员进行了培训 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这伙人又开始了新的行动 他们中的三个人 伪装打扮之后 在昆明开发区 再次成功劫走了一辆车 加上原本他们开过去的一辆 三人回来的时候 驾驶着两辆车 而就在回来的路上 其中一辆车没油了 三人便作死地 使用另一辆 顶着没油的车继续前进 很快 他们的这一行为就被发现 并被拦了下来 此时三人担心的 并不是他们被罚或是被训 而是怕被发现车不是自己的 那样事情就麻烦了 想到这里 他们立即掏出枪 抠动了扳机 三人当场倒下 仅有一人死里逃生 当时 还有一名英勇的路人上前帮忙 结果也不幸被打中丧命 而做出了如此张狂行为的 三名狂徒 却并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喊来杨天勇帮忙 到现场后 杨天勇意识到大事不妙 因为有一个中招的人不见了 于是 他赶紧带着其他三人离开这里 这件事在昆明市引起震动 杨天勇他们也明白 这次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 他告诉所有成员 让他们暂时到外面避避风头 就这样 这伙人躲了半年之久 直到倒卖汽车的钱 他们已经挥霍一空 几人这才要重新联系 开始商量新的行动 这天晚上 杨天勇一伙人再次成功劫车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是一对男女 也是这一次之后 杨天勇的行动变得更加疯狂 他们认为 他们做的还不够干净利索 这样迟早会暴露 于是他决定毁尸灭迹 为此杨天勇和萧林商量 在昆明的东西郊 各租下两处养殖场 为掩然耳目 他们还养了几十条狼狗 以及其他动物 人们不曾想到 这里竟会是罪恶之地 一天 他们在路边吃饭 恰巧看到不远处 正停放着一辆奔驰 很快 有两名男子上了车 这让几人起了心思 着装打扮之后 很快就控制了这两名男子 随后将他们带到了养殖场 解决掉 而这辆奔驰车 被他们卖了22万 一群人拿着这笔钱 肆意挥霍了一段时间 然后按照同样的手段 继续行动 就这样 他们先后以这样的方式 对十亿人下手 杨田勇以为 他们这样就可以做到 人不知鬼不觉 却完全忘了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的道理 这一次 他们准备干票大的 他们盯上了一个 有钱的大老板 几人将人带到养殖场处理后 看到这位大老板 随身携带的物品时 炎热不已 尤其是那部翻盖手机 在当时 这可是十分时髦的东西 并且非常贵重 于是 他们便直接让其中一名成员 拿着这部手机 可他们不知道 正是这部手机 让他们的罪恶生涯 迎来了终结 去点档手机的成员 进去之后 杨田勇意识到 他们肯定也没有 多少时日了 于是他告诉其他人 到时候没有必要反抗 因为我最是清楚 反抗没有任何用 最终 杨田勇被判处死刑 并被执行 这些最大恶极的恶魔 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第四位要说的是 海南汉匪刘靖荣 他是神枪手 还曾在对越反击战中 荣获三等功 然而就是这样的战斗英雄 却在退伍之后 成为了一名汉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都做了哪些 最大恶极的事情 其实刘靖荣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反差 和他的脾性 有着很大的关系 刘靖荣从小 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与人发生矛盾 也是常有的事情 而他还总喜欢惹是生非 他的父母为此头痛不已 为了改改儿子的这种脾气 他们决定将他送入部队 刘靖荣进入部队之后 因为严格的训练 他的脾气得到了控制 再加上当时偶有战事 刘靖荣在战场上 也得到了宣泄 或许正是这种奇异的组合 致使他的表现非常出色 不仅使得一手好枪法 还在对越反击战中 荣立了三等功 四年之后 刘靖荣光荣退伍 但他自己心里面 却充满不甘和怨恨 因为比起其他战友 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老家农村 面朝黄土背朝天 这让他心有不甘 再加上他的暴躁性情 没有了人压制 再次显露了出来 他的父母见状也十分担忧 便想着给他找个媳妇 兴许就能改变他 刘靖荣结婚之后 妻子先后给他生了三个孩子 这段时间 他也真的安分了 但由于家庭负担变重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更是雪上加霜 这导致刘靖荣 又变回了原本的模样 他开始变得无赖 常常通过占村里人的便宜 作为改善家里生活的途径 直到一年的三月三日 这一天 是离族的赛歌会 年轻男女都会盛装出门 相互对歌 彼此相中就可以相互交往 作为离族人 刘靖荣也被他的朋友 拉着走上了街头凑热闹 几个人中 有个单身的小伙子 早已经有了心仪的姑娘 本打算在这一天 向对方表明心意 却不曾想对方当天 与邻村的一个小伙子 相互看对了眼 此时两人正在 有说有笑地聊天 这一幕 被刘靖荣的单身朋友看到 刘靖荣等人感到很是愤怒 在他们看来 本村女子 被其他村小伙子吸引走 被视为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因此 刘靖荣他们当即走过去 一言不合 双方就打了起来 本就脾气暴躁的刘靖荣 开始不讲武德 直接刺伤了那名邻村小伙 在场的人都被这一幕吓坏了 他自己也有些不知所措 随后巡逻人员赶到这里 直接将刘靖荣控制了起来 此时的刘靖荣才意识到 这与他在战场上不同 现在杀人是要偿命的 新生后叛 以及强烈的求生欲望 使刘靖荣决定逃 凭借着好身手 他迅速挣脱了束缚 一路逃到了深山之中 我们都知道 海南的深山老林中 多是毒蛇毒虫 一般人进去 恐怕都是有命进没命出 但刘靖荣不同 他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早已经熟悉和了解了这些地方 轻轻松松就在深山中 躲藏了半年时间 此时 他感到风头已经差不多过去了 同时 他也变得破罐子破摔 准备下山干大事 刘靖荣悄悄回到了家 然后又连夜联系了 自己的狐烹狗有二十多人 并给自己的组织启名 东方邦 刘靖荣从此开始了罪恶的生涯 几天之后的晚上 他就带着十多个人 气势汹汹地来到附近的一处金矿 直接冲到了工人休息的大工棚 大喊着 让所有人把钱都交出来 不然就要了他们的命 说着还冲天开了一枪 被惊醒的工人们不敢反抗 纷纷将钱拿了出来 工人老陈和儿子辛苦多年 财攒的这些血汗钱 并不愿意交出去 于是就在枕头下面藏了一血 结果被刘靖荣察觉 他立即发了脾气 称 你这个老东西是不是不要命了 说完直接对着老陈抠动了扳机 老陈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 旁边老陈的儿子愤怒不已 他当即拿起一把椅子冲过去 和刘靖荣拼命 可他哪里是刘靖荣的对手 不但没有碰到刘靖荣 反而受伤坐在了地上 其他人看得心惊胆战 不敢再有反抗 这让刘靖荣这次获利七八万元 而老陈却因为失血过多 最终丧命 此时刘靖荣已经背负了几条人命 但他并没有就此收手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带着十几个人 来到东方三甲矿区要保护费 遭到对方拒绝之后 刘靖荣直接动手 两名工人倒在血泊中 四名工人被打成重伤 他们只得交钱 这次刘靖荣又要到了十多万元 连走前 他还十分嚣张地告诉这些人 我就是刘靖荣 不想活的就跟我对着干 接连两次的成功 让刘靖荣更大胆起来 先前他们只敢行动的时候下山 平日都躲在山里 现在他们敢明目张胆地下山 而且平日也住在家里 每次他都猖狂地抱上自己的大名 唯恐别人不知道 做坏事的就是他 在他看来 这些好像都是荣耀的事情 刘靖荣的所作所为 也让他在东方市出了名 十里八乡都知道 当地有这样一个嚣张的汉匪 与此同时 源源不断地资金流入了刘靖荣的口袋 他赚得盆满钵满 他开始强化自己的队伍 同时还过起了逍遥快活的日子 同时有着好几个女人 除此之外 为了自身的安全 他还为自己建造了堡垒 位置就在深山里 非常的隐蔽 而很多事情 他也不再亲力亲为 大部分时间 他都待在住所里 很少出门 俨然成了一个山带王 不过 再兼顾隐蔽的堡垒 也终有坍塌的一天 在强大的包围圈中 刘靖荣的东方帮岌岌可危 再也没人保护他 正应验了那句 大难临头各自飞 而他本人最终 也在枪林弹雨中身亡 刘靖荣的罪恶人生就此结束 而他所造成的影响 却并没有结束 因为他 他的家庭彻底毁了 两个儿子成年之后 仗着他的恶名 居然也走上了他的老路 最终和他落得相似的下场 可以说刘靖荣一个人 造成了一家两代的悲剧 说完刘靖荣的罪恶人生 接下来我们说说 最后一位汉匪 他可以称之为女性杀手 这里指的 可不是他对女人的吸引力 而是说他真的专门对女子下手 短短三年时间里 24名女子惨遭他的毒手 这个人就是极林恶魔杨红军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对女人有如此大的仇恨 1964年 杨红军出生于极林省的 一个农村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名伐木工人 在当时杨红军的家庭条件 还要比一般的家庭好一些 父母感情 对他的教育等 也都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但杨红军却在这样的环境下 长成了一个恶魔 其实这与他的长相 有着很大的关系 杨红军长得比较丑 个子也不高 小时候经常被同村的孩子嘲笑 造成他非常自卑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变得孤僻不合群 尤其是进入青春期之后 周围的男女同学情感萌芽 呼声情愫 十分美好 到了杨红军身上 完全变了一个画风 女同学看到他都是避之不及 甚至有些人毫不掩饰 对他的厌恶之情 这也让杨红军更加自卑 有时候他也非常愤怒 两种情感交加 逐渐形成了扭曲的心态 他养成了一个坏毛病 偷看人家上厕所 有一次在村里 他被当场抓到 直接被带到了他父亲面前 对方警告他父亲 要看好自己的儿子 不然下次就不是说说而已了 邻居离开之后 颜面近视的父亲 大骂了杨红军一顿 但父亲不知道的是 杨红军不但没有改 反而将自己这种 不正常的需求 隐藏得更深 在他14岁那年 杨红军迎来了一个 回归正途的机会 这一年 他的父亲不幸受伤 无法再继续工作 父亲便让杨红军 接了自己的班 就这样他成了一名伐木工人 杨红军凭借着工作 认真负责 得到了单位的表彰 而且很受工友们的喜欢 其中一位年长的工友 对他很是看好 还将女儿介绍给了他 两人后来也顺利结了婚 并在婚后有了一个孩子 显然杨红军的生活 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可这一切都在后来的一天 悄然发生了变化 当天杨红军和朋友聚在一起 朋友突然提议说 要放个片给大家看 可画面一打开 杨红军看得面红耳赤 他没想到这么私密的事情 竟然还能在电视上看到 与此同时 埋在他心底许久的那种需求 再次被唤醒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他经常冲入录像厅 而且每次看完都回家找妻子 杨红军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奇怪 妻子难以理解 越来越不愿意和杨红军同床 为此他经常在杨红军回家前 就和孩子早早睡下了 时间一长 被压抑的杨红军很是郁闷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的朋友带着他到歌舞厅玩 喝多后的他 与一名女子稀里糊涂地发生了关系 令他尤其惊讶的是 对方居然非常清楚地想要的是什么 从这之后 他开始频繁出入歌舞厅 常常夜不归宿 深陷野花丛中 杨红军甚至一度遇到了 他所谓的真爱 他结识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李某 两人聊得非常投机 而且对方完全不在意他的长相 渐渐地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杨红军开心不已 认为对方是真心喜欢自己 为了对方 他甚至开始踏踏实实工作 不再沉迷个舞厅 但两人的关系很快被妻子发现 妻子气得破口大骂 各种羞辱杨红军和李某 李某最终与他断绝了关系 与李某从开始到结束 短短一段时间里 杨红军仿佛从天堂到地狱走了一遭 他再次颓废堕落起来 面对妻子也变得无比冷漠 而最终压垮他的几根稻草 是在不久之后发生的 一次杨红军遇到了一个漂亮的小姐 两人来到酒店遇行骑士 结果遭到了仙人跳 身上带的钱全部被人拿走 没有钱 他无法混迹在野花中 只能从妻子身上找安慰 可就是在这个时期 他被查出得了病 妻子怒火中烧 很快这件事全家上下都知道了 他被数落得颜面无存 愤怒交加下 他准备找个小姐 将自己的病传染给对方 以此来报复这些野花 结果当场遭到对方的嘲笑 杨红军感到十分挫败 而更令他挫败的是妻子的出轨 偶然间 他从周围人那里听到风声 因为他经常不回家 妻子就和另一名男子 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接二连三的事情 让自卑而敏感的杨红军深受刺激 彻底引爆了导火线 杨红军将自己所有的不快 都跪接到女人身上 他决定报复 一天晚上 他来到一家工厂 恰巧看到两名女子 他立即跟了上去 并对两人下了手 两名女子受了伤 吓得大叫 杨红军当即逃走 这次经历 让他感到莫名的兴奋 很快又开始了第二次行动 几天之后 他再次跟着一名年轻妇女 手段和先前一样 这之后 在当地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四个月的时间 已经有11名女子 遭到杨红军的毒手 闹得当地人心惶惶 尤其是女子出门 都变得十分谨慎 也不敢再单独出门 三个月之后 杨红军再次行动 这一次的选择 潜入一户人家 他事先摸清 当天晚上男主人不在家 杨红军这才趁机行动 结果在睡梦中的 三个女子全部被害 这之后 他又接连多次行动 而每次都是挑选 年轻漂亮的独居妇女 即使不是独居 他也会挑选 男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下手 不过也有意外发生的时候 所以发展到后来 他也不再刻意避开男主人 对家里男女主人 无差别下手 最疯狂的一次 是这年的冬天 杨红军事先递上了 两名年轻妇女 并在第二年的一天晚上 他先是潜入 其中一个女子的家中 准备对其下手 但由于当时男主人在家 杨红军并没有得逞 他转身 潜入另一女子的家中 对夫妻二人先后下手 女子及时醒来 但还是没有逃过 杨红军的毒手 做完这一切之后 杨红军还没有收手 他在路上又碰到了一名女子 直接冲过去准备下手 不过好在 这名女子体力较好 挣脱了她的束缚 尽管他隐藏得再好 但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这次杨红军潜入一对 年轻夫妇家中 准备下手 但由于男主人年轻力壮 并没有让杨红军得手 而且在打斗过程中 这对夫妻看清了他的面容 也正是这一次 杨红军迎来了正义的审判 最终他被判处死刑 并在不久之后 随着一声枪响 这个恶魔终于迎来了 他应有的结局 全国五大汉匪的故事 到这里就讲完了 对于他们你有什么看法 或者你知道哪些穷凶极恶的汉匪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